大家好 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凡事不要看表面 欢迎大家上线 与和睦一起 咖啡休息 凡事不要看表面 兄姐妹有时候你看糖 你吃的糖都好像盐一样 你看盐又好像糖一样 它们都很相似的 所以有时候自己都会弄错 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单单从表面去看 很多东西我们也会弄得不清楚的 所以从来我提醒大家 不要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都是一定是真实的 所以很多时候 每一件事情都有 它自己背后的所谓的故事 背后的真相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些表面 所以真相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坦白讲 大家在生活当中也经验到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乱下定论 一下子就做一个结论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坦白讲的 很多人被骗 被骗 是因为我们看表面 我们只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从来没有用我们的脑袋去思考去分析 所以我们被骗 其实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以为眼看就是为真 眼看 眼见 就是为真 这是一般的 我们的这种的 所谓的程度 就是看 就是真 所以凡事我们都要学习 用我们的脑袋 用我们的眼睛 去分析 去看 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蒙骗了 被蒙骗了 当然这个课题是非常广的 那我就以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看表面 还有它背后的真相 那有一艘的游轮 遭遇这个海难 好像这个我们说 Ditanic这样子的 遭遇海难 我们在床上有一对的 这个夫妻 他们也是参加这个旅游 游艇的 这个海 游轮的这个旅游 那么遭遇海难的时候 那大家都在振作要逃生 那么 这个当然就是需要救生艇 救生艇 但是救生艇 只能够容纳多一个人 只能够容纳多一个人 结果你看到一个景象 这一对夫妇就决定 这个到底要哪一个下去 然后你看到那个丈夫的 就把他退到一半 自己跳下去 把自己逃生 在这个所谓救生艇上的那些人 就很惊讶 怎么这个做丈夫的 把太太退到一边 自己跑 所谓的逃生 很多人就开始骂什么东西 要责备他 指责他 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当中 这位做太太的 她大喊了一句话 你猜 弟兄姐妹 朋友们 你猜这个太太会讲什么 会喊什么 她的喊了一句话 就是 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 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 当然 结果就是 这个做丈夫的 她安全逃生 当然这个做太太的 就沉在海底里面 我们看表面 这间的事件本身 我们都觉得 这个老公不对 她应该自己死 让太太能够活下去 那现在我们回顾 太太最后喊的一句话 就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 后来就是 所谓的这个 真相 就大家都知道 原来 什么东西呢 原来 他们家里面 有一个女儿 OK 那肯定是很重要的 而这位太太本身 已经是患了绝症 绝症了 没有的义了 所以在这个时刻当中 就算自己可以逃生 也没有用 因为 丈夫死了 不行 因为她需要 丈夫继续照顾 他们的女儿 所以她就是 大喊一声 好好照顾 我们的女儿 背后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 这个丈夫 要自己逃生 因为唯有她 才能够照顾好他们的女儿 外表你看不出 以为这个男的 真的是很糟糕 把太太退在一边 自己逃跑了 但是 事实 她这样做是对的 太太是有绝症 唯有她 才能够照顾你 所以 太太也知道 所以她能够让丈夫 自己先跳下去 那个救生艇 那这个故事呢 你可以看到 当然 这是一个故事 我在网络里面看到的 其实她背后 就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 那个丈夫一直给人家 骂骂骂骂 什么什么 但是她背后 有一个真相 在这个故事里面 你会发现到 发现什么呢 人世间 三与恶 对与错 三 恶 对 错 错 错 中 复杂 难以分辨 真的难以分辨 所以 还是那句话 凡事 不要看表面 也不要轻易 去论断 任何一个人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 这个功课 不管在教会 在家里面 在职场当中 用眼睛 用头脑 去探索 真相 圣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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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谷尔记上 16章第7节 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因为耶和华 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就是外表 耶和华 是看类型 所以在 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学习 圣经的话 耶和华 他不是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万表 耶和华 他是看类型 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